哈喽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 用种子来种油菜的全过程 我用的土 是我今年刚买的 专门的种植土 就是种蔬菜果蔬的 待会在影片的最后 会给大家分享在哪买的种子 打开一包就是这样 Pak Choy它叫 也有人管它叫青江菜 反正我们内陆北方就叫它油菜 因为今天是5月25号 我就可以直接在室外播种了 我的地方有限 我就用了一个蛋糕盒子 我其实种的比较密 就主要是空间太狭小了 我以后会给它再移出来 用一个比较深一点的盆子 就可以种 29个厘米直径 高大概是 10厘米 8英寸 这样的话 其实种的非常的密集 我以后都需要进行树苗 它的种子打开以后是这样 我还有一期专门做了 怎样给油菜留种子 看就是这样的小圆粒 最好的办法就是用玉苗杯 一个玉苗杯撒一粒种子 它长出叶子来以后往外移 我今年就没有这么做 所以以后还需要树苗 要给它移到三四个容器里边来 关于怎样水培油菜超市买来就能种 还有怎样给留菜 留种子 我会把链接放到下面的评论区顶至 感兴趣的可以看一下 我就忽乱撒了一把 还剩下三分之一 等着陆续播种 表面轻轻的给它撒一层土盖住 所有种子播种都是这样的 浅撒不用弄得很深 像西红柿也是这样 除非你种的比较大力的像四季豆 豆子类的稍微深一些 也不要太深 浇点水就不管它了 我们就等着它来发芽 5月30号出芽了 现在白天的气温大概有15到20度 夜间的气温在10度左右 最低也是七八度 5月31号 我基本上是看着干的就浇 每隔一天浇一次 如果很热就每天浇一点 就这样就行 旁边这个盆子就是我超市买来水培 专门又来留明年种子用的 我也做了一期影片 但是种油菜 我建议大家还是从种子来种比较好 而且它长势比较快 5月底播种 五六天发芽 40天就可以采收 这是6月1号 你不要让它放到很晒的地方 半阴 今天是6月7号 明显长大了 像这个 一天一个样 今天是6月14号 我这包买回来的 已经填好土了 打算把我的小白菜移出来几颗 小油菜 所以有耐心的菜有 还是尽量一颗种子 用一个小荣菜杯来种 这样的话你移苗的时候就比较方便 把它抠出来就是一颗苗 像我这样比较懒的 或者直接撒到地里 啪地一撒 到后来还得像我这样 再给它移出来 叫芥苗 不然它长得太密了 虽然我说我是芥苗 但是我空间有限 你看我种的还是很密集 六月份的中午特别热 我就要做好 给它遮阳工作 后来又换成了泡沫容器 结果还一刮风还给我吹掉了 晚上也过来看 长得多喜人 油菜用种子来种 实在是太好种了 一看一个容器也可以种 也不需要多大点的地方 主要就是做好尖苗 不要让大太阳晒到它 而且从种子种油菜也非常的快 40天就可以采收 是最快采收的绿叶蔬菜之一 它这菜心从里边叶子一片一片的出来 这是比较小的 6月26号我打算今天早上吃一批 下点面条 先摘一批吃 采摘油菜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的叶子从边上剪下来 这样的话 它里边的西部还不停的往外冒 不停的长 因为油菜它比较嫩的时候 就是鸡毛菜的前身 能吃几个月不成问题 我打算下面条吃 踩上这么一批还比较嫩 再过上一两个月 就长得非常的叶子大 就和超市买的似的了 蘑菇都长出来了 6月30号 长到这个时候 它的净杆叶子还是非常嫩 好吃 再长长就和店里买的一模一样了 多好 一颗颗的 真好 这边这个感觉有点让虫子咬了 因为我没有给它弄任何的杀虫剂 所以就咬了一些 7月4号 第二种方法吃油菜 它还会再长出来的 就是用一刀切的方式 给它切个横切面 再长个两三次 应该不成问题 我拍好了照 又摘了好多 这就可以当一顿饭了吧 很棒 关于在哪里买油菜 你要是住在英国的话 任何的大型一点的超市 应该都会有这样的蔬菜种子专去 当然有很多的菜 像西红柿 香菜都不需要在这里买 还有豆子都可以自己留了 明年再来种 我也做过几期的影片实验过 现在也是学习阶段 我买的油菜种子就在这买的 第二种呢 就是在网上购买 第三种就是自己留种子 OK 是不是很简单 感谢收看啊 感谢收看 感谢观看